哎,买个电车花了几十万 这几天突然充不上电 让我过来看一看 还不是充不上电 它是充几分钟就跳闸 是不是充电器有问题呢 或者说是电闸小,电流大 他们说以前正常,就这几天不正常 我先测一下电压 电比测零线180多伏 应该是零伏 测火线应该是220伏 现在超过300伏 对地电压不正常 那零火之间的电压呢 测一下零火之间的电压 看是不是220 零火之间的电压还行 还算正常 调到250伏挡 测零地之间的电压 180多伏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1伏左右 这个电压显然是不正常的 再测一下火地之间的电压 应该是220伏 火线和地线 看一下 近400伏 火线和地线近400伏 这种情况很显然是主线路是有漏电的 不过它这个地线接了个空开 地线是自己做的 打在地下 接上来的 以前充电好使 就最近不好使 最近老跳闸 和这个电压有关系吗 我在想如果把这个电压异常的现象排除了 它这个充电桩是不是就好了呢 但是要排除这种电压异常的现象不容易 可以说很难 为啥说不容易呢 你看一下它的主线从哪来的 随着我的镜头去看一下 出了胡同口来到大街上 前方自行50米 在路的右侧有个电线杆 它充电桩的线就是从这接出去的 这里的线又是从杆上接下来的 就这一块都接了好几家 有一家线路漏电就会造成这种现象 更让人头疼的是这个电线杆 还连着每家每户的电路 如果谁家漏电了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顺着电线杆往前走 这里有个变压器 周围的电都是从塔出来的 这种情况变压器支架也会带电 带电 160多伏 正常情况下是0伏 所以说不正常 我能用电笔测出来它不正常 但是想处理这个问题比较难搞 主要是这个变压器带的东西太多了 带的线路太多了 您说这个故障是早还是不早呢 往那也有 哇 剪的往那多少点 往那忘不到边 往那也忘不到边 往那还有工厂 往那还有 一会儿没法干 下来的三项电 千美项的电流 要不说让谁来查谁不愿意查吧 这么长呀 这么多 那就重点测一下从盖上下来的三项电的电缆线 用前表整个掐 如果有电流 那证明这个电缆现在漏电 只能这样去测 没有更好的办法 希望今天的运气好一点 看能不能找到原因 顺着这一条线一路一路测过来 都没有发现问题 继续找 主要是测这些工厂 因为工厂有设备 设备漏电的可能性大 我是这么考虑的 还是用前表来掐电流 这一路没问题 还有两个分路 测这一路 还行 有漏电的现象 很小 零点几安 再掐这根电缆线 4.2安 4安多 这个太明显了 漏电 可能就是它的漏电造成的电压异常 顺着这个电缆线走 看进了他们家了 这家是个小工厂 我想进去看看 给他们领导打过招呼 进来看一看 直接去找那个总配电箱 这个就是 哦 这个门呢 还这样开的 这是进来的三项电 可以用电笔测量一下进线 超过300伏 这一项 应该是220 这一项也超过300伏 这一项 58伏 这一项漏电 给他们打好招呼 拉总闸 再看 这一项 230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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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这一项是对地漏电的 那下面哪一路漏呢 还是把电送上 用钱表来掐 这根线是漏电的 那就顺着这根线往后找 看接的什么设备 这路线后边接的漏宝 然后这接的设备 然后就掐每一台设备 看漏不漏电 一路一路往后找 看一下这台设备 漏电 果然是设备漏电造成的 看一下控制柜 哪个地方漏电呢 这个设备都没运行 这个设备有单独的漏宝 这个漏宝没接零线 不起作用吗 最有可能漏电的地方 是这个地方 进线口 显得破皮了 出问题的地方就在这 线破皮了 搭了这个配电箱的外壳 这个地方需要处理一下就好了 您看在一个小地方漏电 就会造成整个变压器 整条电路都地线带电 现在电压正常了 但是它这个充电 还会时不时的就跳 当然侧的充电桩对地 也不漏电 这个充电桩才30安的电流 这个漏宝的跳是过热跳 就是电流没超 电闸虚节发热 因为每一次跳闸之后 这个地方很热 这个压线螺丝颜色都变了 所以我认为它充电一会就跳闸 还是这个漏宝虚节发热造成的 那这样我就暂时完成了电路的检修 好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请多多指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